第六十一集 莫大山脸色铁青,抖着唇道 前辈,万辈万万不敢隐瞒,我们莫家真的没有九霄丹树 九霄丹树在千年前确实让莫家风光一时 可是,随着他的丢失,时光荏苒,山河变幻 莫家早已由风光的修真世家沦落为如今不起眼的小家族 而知晓莫家曾经拥有九霄丹树的 除了莫家核心人物世代相传,案里不会有旁人知晓 哪怕是明冻一时的修真世家 千年的洗刷,一切风光都早已湮灭在时光的长河里 眼前的人,又是怎么知晓的呢 清新琉璃虎,莫家 赤衣人一字一顿地抖 金人的气势犹如涌起的巨浪 推得人身不由己地摇晃 莫大山面如白纸,膝盖一软,喷的一声跪了下去 身影断断续续传来 前,前辈,实不相瞒 我们莫家,确实拥有过旧小弹树 只是千年前,就流落了 莫青城,早已被那巨大的威压,逼得身子扶倒在地 心中暗闹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果然是 人为刀子,我为鱼肉 莫家,今日到底能不能逃过此劫呢? 赤衣人看着莫家重感,身影,冷力无情 看来你们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了 十年前,老夫发现回春散人的秘密 不料血洗回春骨后,那丹淑竟然被一小子带着逃脱 这些年来,老夫费尽心思查找那小子的线索 有趣的是,竟然查到了你们莫家 这一根溯源,原来你们莫家千余年前 竟然是有名的修真世家 拥有一部叫九霄丹书的奇书 十年时间,老夫一念起 而怀疑回春散人拥有炼丹方面的宝书 如今看来,果然没有白费功夫 哈哈哈哈 莫大神,今日你莫家交出那九霄丹书 看在小徒与你家结成姻亲的面子上,也还罢了 如若不然,那回春骨就是你们莫家的下场 赤衣人一番话,还意森森,丝毫不在乎莫家众人的反应 留下恋人窒息的沉默,等待莫大神的回复 莫大神,面如白纸,一颗心,犹如坠入了冰窟 这赤衣人,明显是心狠手辣之人 十七年前,派莫霄前往回春骨卧底 探查九霄丹书的消息 不料,十年前,回春骨一朝被灭 莫霄失踪数年,才返回莫家 却什么都没来得及交代,就身亡 如今看来,难道是祸根早埋吗? 千辈,莫家丢失九霄丹书后 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停过寻找 可是至今仍无所惑啊,千辈 完备向心魔法时,所说之话句句属实 如今莫家真的没有九霄丹书 莫大神伏地说道 十一人盯着瑟瑟发抖的莫大神 无眼的威压毫不留情地散发出来 手中的白帆缓缓地抬起 正在这时,秀莲猛地被掀起 一道红影,亮强地串了出来 莫幽戴眉清脆,珠唇脸艳 精致的新娘妆容,配着苍白的脸色 有种惊心动魂的美丽 她一手抓着大红袖细水鸳鸯的盖头 无视赤衣人的逼人气势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花切树 身影有种不同寻常的空灵之感 切树,这一切都是真的 花切树望着一身大红嫁衣的莫幽 勉了勉唇 你说啊,你说啊 你们画家主动定下这门青史 你这些年和我交往 都是为了探查九霄丹书的事 莫幽胸前剧烈地起伏着 花切树看着眼前晃动的红色 犹如火焰般,炙热逼人 顿了顿,终于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轻轻的点头却如千金之锤 狠狠地凿在莫幽的心上 她脸上血色褪劲 神情有一种诡异的平静 可旁人看了,却感觉如随时会喷发的火山那般危险 难怪 你总是不经意地问起我姐姐的事 这一切 都是为了那九霄丹书 是不是 见花切树莫然不语 莫有眼中清泪涌出 那 你到底 有没有喜欢过我 花切树到底说了什么 或者什么都没说 众人已经不晓得 因为这时 痴疑人忽然狂笑起来 唐中气流流畅 血涡隐现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说的是那个叫做莫愁的姑娘吧 她已经被我施着搜魂树 如今魂飞魄散了 正是如此 老夫妻肯定那九霄丹书 果真就是出自你们莫家 怎么样 考虑清楚了没有 你们到底交不交出来 吃一人语气 越来越不耐烦了 仇尔 你这个魔头 我和你拼了 莫老六身形一动 就要冲上去 六弟 莫大神死死按住莫老六 头扶在地上 道 前辈 我们莫家真的没有找回旧小丹书 还望您高抬贵手 莫乳衣袖的手中 却悄悄掐动着法绝 这赤衣人看起功法 不似正道人物 说不得要做最坏的打算了 赤衣人耐心终于消失殆尽 手中白白映阳 道道黑光 落入人群中 顿时 响起此起彼伏的惨呼声 七哥 莫青尘 死死咬着唇 才没有惊呼出声 莫小七 犹如上了岸的死鱼 瞪圆了眼睛 真正是 死不瞑目 三哥 我们和这魔头拼了 莫老六终于按耐不住 寄出法器 向赤衣人打去 赤衣人 白反一摇 像有无穷犀利一般 把飞来的法器吸住 紧接着 黑光 没入莫老六胸口 莫老六 话都未喊完 堂堂助之修士 就此 寒恨而终 莫大山明白 事情已无转还余地 高声道 大家各自散去 话音刚落 衣衫鼓鼓 无风自起 天地间的灵气 疯狂的 像莫大山体那涌去 原本用手中白凡 犹如死神般 收割众人生命的赤衣人 脸色微变 不好 他要自爆 通儿 那些人就交给你了 不得让一个人逃脱 吃衣人说完 白凡脱手而出 往莫大山的方向飞去 莫大山 无视越来越近的白凡 身体 犹如冲了气的气球般 鼓胀起来 吃衣人面色 更加凝重 要知道 修士自爆 威力 是极为可怕的 哪怕 他是结单期的修为 一个助击其修士的自爆 都可能 令他受伤 所以 他不得不小心对付 而此时 一道黄光 从花千树手中飞出 直奔堂外而去 他看着四处逃颤的莫家众人 脚步一动不动 脸上 却悲喜难辨 莫清晨随着众人往外跑 却被爷爷 拉住了手 就在此时 听到此起彼伏的惊呼声 不好 出不去了 莫家众人 惊骇欲绝地停住脚步 望着瞬间气势暴涨 和赤衣人对峙的组长 又看看立在旁中 白衣飘飘的花千树 有人喊道 大家一起上 先把这个狼心狗肺的杀了再说 莫家的年轻男人 往花千树的方向 一拥而上 而妇人们则牢牢护着身后的孩子 吃衣人 手指激动 廉食法绝 那空中白帆暴涨 速度更快地 向莫大山飞去 他一定要在莫大山自保前 困住他 还不能伤了他性命 一定要把九霄丹叔藏在哪里 追问出来 莫大山看着越来越近的白帆 眼中绝望 愤怒 无奈 一闪而过 最终 嘴角翘起奇怪的弧度 一的黄光 急射而出 以顺利不及掩耳之势 罩住人群中的虎头和莫染衣 随后 黄光散去 虎头与莫染衣 凭空消失 这一切 说来话长 实际上 只是发生在瞬息之间 莫大山望着二人消失的方向 哈哈大笑起来 此时白帆 一到他面前 犹如一道银蛇 把他付住 莫大山顿时感觉 灵力全无 已经和凡人无异 那黄光是什么 赤衣人 立声问道 莫大山冷笑出声 所谓 瘦死的骆驼 皮马搭 莫家 毕竟 曾经 封光过 一些宝物密法 虽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少 可总会留下一两样 刚才他气势暴涨 令赤衣人误以为 他是在自爆 其实 他是施展了一种密法 那密法 一旦施展 虽然会领袖为大损 可是却能撕裂时空 把指定之人 传送过去 以他的能力 最多能传送两人 虎头和莫乃伊 都是双连根 资质上家 他总算为莫家 保留了一点血脉 若是有朝一日 二人修炼有成 我莫家的血 绝不会白流的 借莫大山 冷笑不语 赤衣人眉头一皱 那道皇光 到底是莫家族长 施展了什么密法 还是用了什么宝物 他并不清楚 可按经验 也能推断出 必然是有传送人的功能 反响着把莫家 全部杀光 只留下族长 仔细搜啊 没想到 除了这纰漏 斩草不除根 后患无穷啊 想到这里 是一人冷身道 哼 你要是不说 再不说 老夫就施展 搜魂术了 魔头 你行事毫无顾忌 随意使用搜魂术 这种歹毒的法术 有伤天鹤 就不怕报应吗 莫大山 一点看不出之前的 卑躬屈膝的样子 嘲弄的闻到 哼 这一点 无需你操心 最起码 现在死的 不是老夫 施衣人说着 一双大手 往莫大山伸来 却见莫大山 脸上扶起一丝鬼啸 随即眼眉口中 涌出了大量的鲜血 整个人 缓缓抖了下去 可恶 施衣人 气得脚步一顿 横身说道 此时被众人围攻的花千树 周生 不知是有什么防御性法器护着 竟然 毫发无损 只是那法器 渐渐的暗淡无光 终于啪啪一声 掉到了地上 亲爱的亲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众人脸上一喜 正要一拥而上 却惊骇欲绝地发现 倒倒黑光 犹如死神的镰刀 漫天飞舞 爷爷 祖上爷爷他 墨清晨躲在墨大年身后 亲眼看着墨小气身亡 众伟叔叔伯伯 挥攻花千树 虎头与墨揽衣 消失无踪 直到宛如墨家支柱的族长 墨大山 轰然倒地 终于忍不住 拉了拉墨大年的衣角 奇怪的是 墨大年 再次关头 却一动不动 哗然未绝 随着一声声惨呼 那些熟悉的身影 一个个倒下 墨清晨近距地发现 眼前这犹如人间炼狱的景象 竟和多日前那个梦境 渐渐重叠 渐渐地 眼前的一切都仿佛模糊起来 巨大的恐惧与悲伤 狠狠地 绝住墨清晨的心 他只能犹如溺水的人 死命抓着爷爷的手 只有爷爷手上的温热 才能令他冰凉彻骨的心 还记得呼吸 由孩子的哭泣声传来 是小十二 小十三 还有末年柔的哭声 凤冠霞配 装扮得和俗事 每一个就要踏上花轿 开始美好姻缘的女子 没有任何区别的莫忧 红衣如火 束手持剑 无声地向花千树赐来 花千树白衣上 血迹点点 闽承望着越来越近的利剑 手中必消 疏得发出一道闭光 打在利剑之上 随后继续往莫忧那里奔去 那利剑 连下接法器都算不上 又怎么能挡住 自己必消的攻击呢 花千树轻叹一声 手中必消翻转 放到城边 吹出七碗哀伤的吊舞 一直以来 幽儿总想听你吹奏一曲 我本以为 会是在我们的洞房画竹叶 没想到 却是提前了 莫忧神情 四喜非喜 悠悠说道 随后一口鲜血 闷地喷了出来 大红嫁衣 犹如最艳丽的花 在冰凉的青石地上 缓缓绽放 一只号腕 自宽大的衣袖中伸出 静静地搭在花千树脚下 花千树收起玉霄 不动声色地迈了过去 苗 堂中响起墨雨棋 深思历节的喊声 黑光毫不留情地 往墨雨棋奔去 一旁的墨疤 猛地抱着墨雨棋 往旁边一闪 身子却是一僵 另一道黑光 悄无声息地 没入她的背后 又带走了一条生命 墨雨棋还没来得及喊 嘴张了张 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 一个血洞绽开 鲜血鼓鼓地流出来 为什么 同是墨家的孩子 资质卓绝的墨飞烟 哪怕惹了大祸 也被全族保护 还被劫单期的高人 收为徒弟 虎头和墨染衣 能及时地离开着 人间的炼狱 而自己呢 却只能看着爹娘生死 然后紧跟着 孤独后尘 就是因为自己资质差嘛 墨雨棋在最后时刻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墨清晨 心中不由生起一种 同病相怜的感觉 小十六啊 任你多么努力 哪怕为墨家立下功劳 到最后还不是被抛弃的那一个 原来不疼 墨雨棋看着向墨清晨 飞去的黑瓜 喃喃念着这四个字 倒了下去 墨清晨望着黑光袭来 下意识地往前一挡 手腕上的红色护身珠 猛地爆裂 他喉咙心弦 一口热血 正喷在往下掉落的 蓝色珠花之上 墨清晨下意识地 把珠花伸手抓住 接着白光一闪 只来自己看到 三伯与三娘 把墨年柔压到山下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墨清晨只觉得 自己走在望不到 尽头的泥沼里 当双腿实在迈不动 而停下来时 身子开始一点一点地 往下沉 湿滑的阮尼 慢慢地 没过他的小腿 大腿 直到脖颈 恐慌窒息的感觉 笼罩了他 他却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阮尼 把整个人淹没 那一刻 他绝望地尖叫起来 墨清晨 闷得坐着身子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这时才明白 刚才是自己做的一个噩梦吧 短暂地茫然过后 墨清晨脸色一变 叶叶 他四下望望 发现周围树木林立 青草繁茂 不远处 一条土黄小路 一直蜿蜒地 看不到尽头的远方 一个须发洁白的老人 斜靠在老树下 双目紧闭 墨清晨神情一震 一步一步 挪到老树下 看了又看 这才失声喊道 叶叶 原本满头黑发 红光满面 看起来五十来岁的墨大年 此刻白发苍苍 脸上皱纹 层层叠叠 看起来苍老不堪 和俗世八九十岁的老人 毫无区别 墨清晨喊完 墨大年依然已动不动 墨清晨脸色惨白 压下心中无尽的惶恐 伸出手指 在墨大年笔下叹了叹 还好 还有气息 墨清晨松了口气 可随即 心又提了起来 爷爷不仅容颜大便 气息也微弱至极 伸手 抓住手腕一叹 体内凌厉 更是混乱不堪 显然是 上市集中 镇定 一定要镇定 那噩梦般的场景 走马观花般 在墨清晨眼前晃过 他强压下这些思绪 忍着太阳穴 突突直跳的疼痛 伸手 摘下爷爷腰间的除袋 徐灵丸 黄龙膏 天心草 墨清晨 喃喃念叨着 随即眼睛一亮 回春丸 对了 就是这个 回春丸 是练习期修士 经常要用到的代药 专门治疗内伤 效果不错 墨清晨 自从爷爷那里 得了记录炼丹方面的兽皮书后 对这些常见的丹药 可以说是 咬如指掌 墨清晨 把回春丸 放入墨大年的口中 手中灵力 渐渐凝出 推动着回春丸 祝墨大年服用了下去 等了片刻 见墨大年 脸色油青转白 好了许多 可是人 却迟迟不见醒来 墨清晨一咬牙 再从瓷瓶中 到处两粒回春丸 又给他扶送了下去 爷爷 您一定要醒过来 墨清晨抓着墨大年 苍老粗糙的大手 难难念的 不知是墨清晨的祈祷 被墨大年听到 还是回春丸 确实起了作用 又过了一刻钟左右 墨大年 终于悠悠转醒 爷爷 墨清晨 见墨大年睁开眼 眼神浑浊 再不见以往的光彩 紧温的心弦一松 眼泪 啪哒啪哒 掉了下来 丫头怪 莫哭 莫哭 墨大年伸出 如老树皮般的大手 温柔地 为墨清晨 擦拭着眼泪 可这一举动 却令墨清晨 高度紧张的精神 失去了控制 原本的金句绝望 一起涌上心头 他猛地 扑入墨大年的怀中 放声荡哭起来 哭得昏天暗地中 墨清晨眼前 渐渐出现一丝光亮 亭台楼阁 假山流水 宛如画面 在他面前 徐徐展开 随即 他惊讶地发现 眼前 这熟悉的一草一木 正是他生活了 两年的末幅 十六妹妹 你看 我这秋天 做得漂不漂亮 我们快来比一比 看谁挡得高啊 眉梢眼角 都是温柔笑意的 莫年柔 展颜唤老 清晨 快点坐上去啊 放心 不会掉下来的 我们一起去支里 叫做客好不好 虎头 沉坐在大大的纸壳上 向墨清晨伸出手 墨清晨 你不要得意 我就不信打不过你 有本事 咱们来年见 墨与其仗昏了脸 手一推 狠狠把托盘中的东西摔到地上 小十六 多谢你照顾小十四了 墨染衣背着墨年柔 语气难得柔和得到 念无表情的少年 风尘仆仆 从外面归来 偶遇墨清晨 惯例 微微点点头后 终于忍不住说道 十六妹 你 墨灰心 突破到练气中期 并不只是靠资质的 这是五连根 却在十六岁 进入练气五层的墨小期 十六妹妹 你快快长大 哥哥还在等着 你给我扬眉吐气呢 看陈明那小子 还敢在本公子面前显摆不 一脸流气的墨小巴 捏着墨清晨的下巴 笑眯眯的倒 却被墨清晨 狠狠拍了一下手 小十六 姑姑也没什么好东西 这道隐身符 你拿着玩吧 桃红衣裙的俏里女子 调皮的 冨清晨眨眨眼 小十六 二爷爷还一直 未给过你见面礼 今日 就给你补上吧 白纺苍苍的二爷爷 颤巍巍的 拿出一盏红色猪链 对墨清晨倒 眨眼间 眼前 或喜或怒 或淡然 或生动的人 一下子 支离破碎 画面一转 墨染衣与虎头 在黄光的笼罩下 瞬息不见 墨小七 双眼更出 死不明目 墨小巴 捂着腹部 一头栽倒在地上 墨与其 不可置信的 看着胸前 鲜血直流的伤口 直指望着她 似乎 想要说些什么 十三姑姑 大婚嫁衣 落入尘埃 浑身冰凉 死了 都死了 亦是和她 亦是和她 争纷相对的 墨与其死了 埋头苦修 身为五连根 却不像命运低头的 墨小七死了 整日嘻嘻哈哈 一心等着长大 跃遍天下美人的 墨小八死了 满心欢喜 以为得嫁良人的 十三姑姑死了 一身停留在恋气初期 落寞了一辈子的 二爷爷死了 心心念念 望着正兴墨家的 族长爷爷 也死了 既然 人总会死的 那为什么还要修炼 修炼 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眼前一道道人影 瞬间重合 发出各种各样的叫喊 都是临死时 绝望的呼唤 渐渐的 这些人影 开始在墨青城眼前 飞速旋转 一时之间 墨青城只觉得 天旋地转 耳膜 温温坐下 那个乍起的念头 犹如复古之鞠 惠之不去 为什么要修炼 既然人 终究难逃一死 那还修炼做什么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